繼續帶您看的這個人 他的創業也是靠著 慢慢摸索 慢慢嘗試 一步一步找到方法 他終年轉業 種的是台灣很少見的黑番茄 我才想說 奇怪怎麼會 這個番茄不是 不是只有黃色跟紅色嗎 就西紅絲應該是紅色嘛 那怎麼會有別的顏色 黑色番茄是陳育成 之前為了照顧生病爸爸 撐起一個家的希望 這個品名叫做超級黑珍珠 這很多人說他鄉的黑色的李子 或是比較大顆的葡萄 在採收前得修枝去掉枯葉 過去是農業門外汗 現在的熟練是好幾次 失敗經驗累積出來的 這修剪的工夫也是耗費的非常多 因為你別一株擋到這一株的太陽 那別一株的話就會把它剪掉 一次國外旅遊 讓他對黑番茄感到好奇 於是引進台灣 先在自家院子示眾看看 那時候台灣我找不到資訊 如何種這個黑番茄 黑番茄為什麼會變黑 那時候資訊我通通沒有找到 都靠著我自己 靠著我自己這樣子摸索 然後再去做一些檢驗 基於興趣才開始的嘗試 想不到成了事業 六年前爸爸突然病倒 讓陳玉成亂了手腳 剛好那時候是爸爸剛好是中工 但他行動他還可以 但是也沒有辦法請這個看護 他離開父子倆一起經營的營造業 試著去外面找工作 卻無法兼顧照顧老人家 我剛好連續兩次 都是做不到半天 然後就沒工作了 那我這樣子沒辦法 那我就跟我爸說 那麼既然我沒有辦法上班 我想我來種這個番茄好了 他想起自家早就荒蕪的農地 心想也許這是個轉機 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當初的話 在家裡面就是小打小玩 那覺得非常有趣 那等到這一個種植下去 那才知道那個叫壓力 他承認一開始想法太天真 一下子就大面積種植 才發現什麼都是問題 黑番茄水土不服 病充害多 頭幾年掉在原子裡的番茄 比賣出去得多 這個番茄下雨都會裂果 而且它的那個皮非常薄 連續下了三天 那已經下了三天 整個果實 就是從這個成熟的到不成熟到小的 全部通通列果 黑番茄焦肉不好照顧 許多工序都顛覆以往的種植方式 這個番茄它不像一般的番茄 照顧得那麼輕鬆 因為它沒有曬到太陽 它就不會變黑 它這一顆的特性就是這樣子 那光合作用它才產生這個花青素 有時候一損失就是好幾千斤 捨不得心血泡湯 他試著把掉落的黑番茄 拿來做成酵素和有機肥 我們有這個酵素 還有這個液態肥 我們會噴灑在葉面上面 用一些有機的東西來抑制它 來抑制這個病蟲害 我爺爺的兄弟前面大家都糖尿病 我爸也是 那直到我們這一代也要很小心 那所以因為這一顆番茄 我們都有測過 第一它很高的花青素 第二它的糖分 它的糖度只有3而已 所以它含糖量非常的低 檢驗了才知道 這黑番茄營養價值高 特別適合養生族群 既然這樣也就更捨不得 用農藥和殺蟲劑照顧他們了 比較堅持的地方 是因為它健康 因為親人一個一個離開 不是糖尿病的 或是什麼癌症的 中風的 這個非常多 即便熬過4個多月的成長期 要採收了又遇到難關 上面它照了太陽之後 它慢慢的會變黑色 那所以它比較低的地方 它是你看不到它的底部 底部如果還是綠色的 代表還不成熟不能採收 但要確認就只能趴在地上 一珠珠翻看 造成大量落果耗損 勞民傷財 一天就只找了五台金 那五台金呢 他那一天就跟我講了 下班說他明天不想來了 眼看好幾株番茄 都因為來不及採收 吊在原子裡爛掉 陳育成動動腦 努力想方法解決 發明了這個東西也很好玩 全台灣要採番茄 需要照鏡子的 大概只有我了 我就想說 要怎麼樣比較不累 那然後可以看得到它的屁股 那我就 我就發明了這一個鏡子 我站著我就可以照到下面 透過鏡子的反射 可以看到它下面熟了沒有 變紅了沒有 務農第一年即便跌跌撞撞 倒是種出兩三萬台金的黑番茄 它成了世界級多產量的黑番茄農 黑番茄不是台灣特有的品種 但是在我們台灣 我們確實是把它發揚光大了 有一種很好的感覺 就是說 台灣終於也有這種東西誕生了 不過這就叫成功了嗎 黑番茄新奇但也冷門 一開始還真罰人問驚 送給我表弟啊 他說他不敢吃 那番茄不是那個嗎 番茄不是紅色的嗎 怎麼會有黑色的 那黑色的是不是有毒 那時候有一點打擊 就是說送人家吃 那他又認為他是有毒的 不敢吃 那時候我們檢驗報告他也不相信 眼看存款都已經燒光 還要繼續拼嗎 他決定貸款先撐著 他已經長出來了 那你說不繼續嗎 不繼續把它照顧到他最後嗎 他想辦法開發酵素保養品 而這軟嫩多汁的黑番茄 不搶胃能畫龍點睛為料理加分 當時也是用這為爸爸增加體力 因為他沒有那個假牙都已經拿掉了嘛 所以這個質地非常軟 然後他可以吃得下 這幾年看到黑番茄商機 主動上門來求合作的人不少 但陳育成耿直不愛計較的個性 卻也讓他吃了好幾次悶虧 多年下來還是兩袖清風 陳育成的過分投入讓他到現在還孤家寡人 朋友心疼他主動來幫忙 長久以來他養成不吃午餐的習慣 因為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這幾年他努力研究替黑番茄純化保種 這個取種這是一年辛苦的結晶都在這裡 要把發酵兩天的種子外磨分解掉 否則會讓之後的育苗增加困難 這些活陳育成都自己來 一次一次把它過濾掉 這些比較輕的它就會跑出來 那我們繼續一樣的重複的 把這個重複的動作 把它這個雜質去除到 這是為了爸爸開始的事業 老人家去年過世 陳育成一度失去目標 他把自己完全丟進工作裡 有時候這個在家裡面 取種的話都要做到 都要弄到三星半夜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有耐心的 專心的話他就有耐心 專心就不覺得日子過得很慢 他還自己受粉 試著結合其他品種的番茄 追求不一樣的口感甜度 這個比較大的黑色番茄 然後來雜交這一個 我們市面上的這一種沉蜜 因為沉蜜它的肉比較厚 然後比較硬 那我們的這一種黑番茄 它的肉質比較細比較嫩 大概到了五度 不斷地做實驗研究新品種 但失敗比成功的多太多 他可能一百株裡面 可能只成功一株 或是一千株裡面只成功一株 一次不成功兩次 弄久了怎麼成功啊 他的黑番茄 漸漸被國際媒體看見 這些年也不少外國農業專家 想來技術交流 但陳育成還是埋著頭 繼續他的創新實驗 除了黑番茄 他還種了許多台灣少見的奇瓜異果 這個是叫做色香瓜 這個色香瓜 它是那個 它原產定是這一個亞馬遜 亞馬遜河流域的 然後就是我們亞洲國家 這個陸續有引進 會覺得很有趣 是不是台灣呢 是不是適應這一種 各種的水果 這個具有一點的挑戰性 而這些大部分都還在實驗階段 更別提有產量能賣錢 你的市場在哪裡 你種成功又能怎麼樣 但是我們在這種無形當中 我們在種植無形當中 看它成長 看它長大 然後看它的顏色 看它的這個生長過程 也是非常療癒 他相信這是在做對的事 尤其看著新生命 在自己的努力之下開花結果 那成就感和快樂 不言而喻 我哥很驕傲 跟一些朋友 跟一些那個 跟一些那個客人講 放心好了 這絕對無毒 這絕對無毒 好不好吃其次 但至少它是安全的 所以到這裡的客人 我都要吃到飽才可以回家 這黑番茄 是中年轉業的農業生手 憑著一股傻氣拼來的成果 這是財富之外的知足和喜悅 從原本營造業到後來成為黑番茄的專家 他專心耐心地撐下去 終於撐出一片甜